好 繼續要來看到高雄七弦路上 有一棟以選非聞名的電信大樓 多次遭警方掃盪 商官店家都已經由法院採處勒令歇業 並且廢止營業登記 沒有想到最近有死灰復燃 有民眾冒著風險潛入到店裡頭之急 小姐排排站供民眾挑選 現場報價的方式好像是在菜市場一樣 沒關係 我們最會看 對啊 我們有家的最會見 穿著氣氧的小姐一個一個排排站供民眾挑選 後面兩個是2600 現場報價就跟在市場買菜一樣 有民眾冒著風險潛入高雄七弦路上 這一棟以選非而聞名的電信大樓內 裡頭多間養生館暗藏孫色 多次遭到警方掃盪 沒想到最近又死灰復燃 113年迄今 該大樓黃亥風化部分 本分局有主動申請搜索票查獲兩次 相關店家已由法院採處勒令歇業 並停廢止營燈 過去警方就在這兒逮捕過好幾名 非法交易的顧客 對於相關店家法院也已採處 勒令歇業並廢止營燈 讓盛館卻疑似更換負責人之後 又重操就業 113年度共計查契八件黃亥風化案 本分局將持續強力積極查契此類不法案件 由於民眾直擊的影片並沒有特別標注日期 警方也將加強追棄 杜絕不法 交往問題設置員在高雄的 採訪報導